准备一个洋葱 洗干净之后切成小块 放在碗中备用 老豆腐切成薄片 青红柿去皮后切成末 葱白根框野生开切 红椒切成小块备用 平底锅加点油 油热之后呢 把豆放进去给它煎一煎 大约煎凉到三分钟 给它翻面煎 煎至这样表面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下锅里面加点猪物油 油微微加热之后 把葱姜蒜放进去 翻炒出香味 再把洋葱也倒进去 再把西红柿也加进去 再把豆腐也加进去 再加一点自己喜欢的配菜 先关火 锅中再稍微少加一点酒物油 放入肉末 加点胡椒粉 两勺的青葱 一勺老抽 再加一勺蚝油 最后加盐 再加入一勺豆干酱 再加入一勺豆干酱 再加入一碗清水 最后倒在砂锅里面 洋葱姜蒜 炒开炉 炖10分钟左右 做过之前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盐 放入淋测 再煮两分钟左右 出锅之前再淋上一些水淀粉 最后撒上葱花 煮开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豆腐肉末菌菇宝就做好了 这锅菜最大的特点就是汤汁多 而且汤汁特别的浓郁入味 搭配豆腐真的是太下饭了 里面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菌菇类 或者是蔬菜类也是不错的 入秋之后豆腐菌菇类的食材 也可以多吃一点 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